今天跟大家做一道下饭酱菜香辣木瓜丝,配方很好,想学的小伙伴记得收藏,500克干木瓜丝凉开水清洗三遍挤干水分,弹开放通风处晾凉两小时,800克薄盐生抽加30克冰糖烧开再放凉,晾干的木瓜丝加蒜末,小米辣,红油辣子,和放凉的生抽,抓拌均匀,放两天就可以吃辣,嘎崩脆,拌翻拌面都好吃。